大理中心大牌靠近新生路 由於當地的地勢較低 加上附近下游的橋梁 相寒過窄 影響到水流 而最近的一場大雨 大牌吸水就來不及宣洩 一流倒灌到了馬路上 更嚴禁的民宅 附近民眾是苦不堪言 抱怨連連 這如果每次落後都在陰 上天落這樣 陰我接管起來 陰我後來 就是都會煩惱 嚇到 晚上這樣睡覺 大火 就出兵的閣子都會放手 新生路140項一帶 當地民眾七嘴八舌 向來會看得明代 與市府官員蘇苦 日前一場大雨 鄰近的中心大牌吸水 來不及宣洩 一流倒灌到馬路上 也宴禁民宅 讓大家相當的困擾 最大問題的可能是 九層 九層這瓶頸 你知道嗎 這樣大空氣 去到那裡就出來了 這小空氣 嗯 水都擠在這裡 要背上 如果他標準是要五十公分 不然就要背上 每次落大火 煮火就煩惱說 啊 家裡 不知道會有水嗎 中心大牌 水位上漲 地方認為當地地勢較低 加上附近下游的幾座橋樑橋墩 及湘寒過宅 影響水流 之前雖然增高大牌的護岸 但效果仍有限 明代也要求市府要檢討相關治水的規劃 我們水利局在那個中心大牌 那個德方南路那裡 目前有設置 0.4CMS的那個抽水機 工程已經完成了 目前就等那個台電的一個送電 我們會請台電那邊加快進度 我們德方南路那個雜門 那個四條下水道 看能夠一勾就好了 一勾就 好 肯定肯定 肯定做好事 以後看能夠分流 讓中心大牌的水麥那裡 再來 是那個山洋的問題 如果說如果沒有解關 那些山洋就要來解關 市府水利局在德方南路下游 設置抽水機 只要送電完成就能運作 也會派工清淤中心大牌 希望能降低淹水的機率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